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材宜 好的 周末 哈囉同志們早上好美好的週末 今天是星期六 本期視頻的主題呢 就是跟我過一個充實又慵懶的週末吧 為什麼是充實呢 是因為我有蠻多事情要做的 為什麼是慵懶呢 因為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把這件事情做完 首先我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超市買菜 因為我剛看了一下我們家兩個冰箱它都空了 所以我需要去補貨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是去拿快遞 我的快遞到了 大概我下樓拿一下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洗我的咖啡機 我的咖啡機又要除夠了 上次除夠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半年前嗎 第四件事情呢 就是收拾我的換機衣櫃 其實澳門已經進入夏天了 我每天都在開空調 所以該把夏天的衣服拿出來了 第五件事情呢 就是我要去藥房給我媽買個藥 但是這件事情可能要明天才做 因為那個藥房的話明天才開門 總的來說就是這五件事情 好像也沒什麼適合 我覺得最困難的應該就是那個收拾衣櫃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很多衣服 唉 我感覺可能要收拾很久 那既然這樣 這件事情就放到明天那裡去做吧 你看 好吧 那我現在要準備出門去超市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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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買了一包青菜 一盒蘑菇 兩瓶每天需要的 牛奶 然後一瓶一粉醬 因為家裡一粉醬吃完了 然後還有一盒spin 這個是減鹽款的 就不會特別鹹 這個加泡麵超好吃 然後還是買了一盒肉末 跟一個南瓜 打算做蔬菜湯用 還有兩顆洋蔥 嘿嘿 現在準備 洗咖啡機 加入這個清潔液 這個是咖啡機除夠的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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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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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住給大家乾淨來拆快遞了 我們開這兒是傻 我買了一個 護腰的座墊 是這麼做還是這麼做啊 經常坐在床上或是坐在地上 其實久做之後呢 你那個腰椎如果沒有東西護著的話 很容易 就是腰椎鍵盤突出 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就買一個這個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用耶 是我買的一個 哇 超級可愛 你們截圖 我在屏西西上買的 有很多個顏色 截圖超多同款 好可愛 超可愛 今天拿它來拉花吧 好久沒拉花了 然後這一個 有期待已久的新相機 然後月娥就一直收到Sony出的那個新機介紹 因為多了很多 很適合拍Vlog的新功 我就很感興趣 結果這個月我就收到了 哇 就是這一台 哇好輕喔 不行 你們稍等我一下 先讓我研究一下 這台GVE腰呢 是Sony最輕的全畫幅威單 然後它的鏡頭呢 是可以根據自己的拍攝需求 選擇自己喜歡的 然後我搭配的是 2070G的一個變焦廣角鏡頭 我一直缺少一顆適合女拍用的 這顆2070G完全滿足我的需求 再搭配只有400多克的GVE腰呢 然後你出門呢 就更輕鬆啦 然後Sony還有一顆1635G 鏡頭我覺得也挺適合GVE腰的 因為這台GVE腰它有很多高級的功能 會剪裁 搭配廣角類的鏡頭呢 你拍攝的畫面 就可以保留更多的內容啦 我還插了一個Sony的即叉即用的 數字音頻麥克風 它這個是不用充電的 這樣子收音效果就更好了 然後依舊是它家的手柄 一整套就是為我出門而生 然後為了整體看起來 跟我的E1更和諧 我還在網上買了白色的 2070G的一個鏡頭貼紙 配上去效果還滿不錯的 很適合我的眼控 你看這台除了Sony的 GVE系列相機基本有的美副功能以外 GVE腰還多了滿多心都能讓我滿驚喜的 像這個今天新增的三膠囊指向心麥克風 怎麼說呢 就是它的收音效果更好了 它可以選擇性的收錄前方或後方或是周圍的聲音 而且還可以選擇自動識別 比如說我現在在鏡頭的前方 然後我現在開的是後指向麥克風 它收錄的是我鏡頭後面的聲音 然後我現在開成前指向麥克風 是不是聲音瞬間清楚很多 因為它收錄的是鏡頭前面的聲音 然後還更新了我最喜歡的兩個功能去 一個是相較於其他相機新加入了一個AI智能芯片 運用AI智能 就是實現很多你一個人拍攝很難完成的畫面 比如可以自動取景功能 它可以自動鎖定我的人 然後跟隨著我拍攝 這樣子我走來走去就可以不用一直調整機位了 還有我經常拍攝美食特寫的時候 我都是手動移動拍攝每個菜的 畫面有時候就會不穩 這個功能就可以直接做到絲滑變焦 就是比後期還後期 再加上我搭配的是超廣角2070G 所以就是更適合運用這些功能了 還有一個功能是相機自帶的電影感Vlog設定 比如有時候我想要營造出一些氛圍感的時候 就可以在相機裡選擇它自帶的十多種很電影感的濾鏡 分別是不同的風格與氛圍預設相互搭配營造的 直接不用後期它可以讓你快速成片 我很喜歡裡面的Clean加Guard的一個搭配 偏暖色調 拍食物啊或者是你日常居家的時候就很適合 現在就是拿著CV要拍攝的畫面了 然後他們家防抖也升級了 就是你拿著邊走邊錄也是很穩的 怎麼辦我現在迫不及待想要拿著來相機錄點什麼了 剛好晚飯時間到 那我們就進入一個人的深夜食堂吧 GO 現在更加深夜食堂 午後夜食堂 放入低喉頭 味道 動作 攪拌 贅困 鸡蛋 美好的周末喔 今天你過得好嗎 我要準備做我的早餐 我做的麵包 吃吃味 麵包 早餐 吐司 要用新杯子拉花 開始吧 我已經三個月沒拉花了 突然一時半回不知道怎麼拉 加油 同志們我來囉 什麼東西 很好 非常的好 我的早餐 蘑菇吐司 給它切了一下 哇 像這樣 嗯 好好吃 香 想要待會吃飽要 收拾一棍 我的心好累啊 你們吃飽後煮準備收拾我的房間了 我就不給大家看我的衣櫃長什麼樣了 很可怕 然後這一袋呢 然後這一袋呢 是我夏天的衣服 然後都是我穿不下的 然後都是我穿不下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買這麼一袋穿不下衣服要幹嘛 那這件是我三年前的衣服 一件平溜開的時候 然後你們看 它現在有多像 哈哈哈哈哈哈 看那一件 不是最離譜的 這一件 才是最離譜的 這是銅裝吧 銅裝我收到後面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為什麼同樣的衣服 我要買兩件啊 同樣的衣服我不只買兩件 長袖短袖我都有 然後這些衣服呢 收到這裡呢 我其實已經不太想收了 因為我每件都穿不下 但是萬一可能隔了幾個月 我上輩子修來的服 突然記得我了 然後這樣已經在我身上 然後我瘦了 然後我穿下來 也不是不可能 收拾了我的衣服了 天已經黑了 然後累死了 哈囉同學們 我現在收拾完了 我要準備 去藥房給我媽買藥了 換店見 哈囉同學們我回來了 我超熱 然後我剛回來的時候 買了一杯洗茶 酷黑眉桑 我最近很愛喝這個 因為我覺得 喝上去很 涼爽 賣了一個三明治當晚餐 因為我不知道吃什麼 我覺得今天收拾的衣櫃 已經消耗了我 整天的力氣 我是不是很虛 拿出了電紋牌 因為夏天到了 我剛才發現我們家有蚊子 但是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殺到他 我今天一定會 讓他活不過明天的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今天什麼事都沒做 但是天就黑了 乾杯 乾杯 嗯 有活過來了 我真的覺得這很好喝欸 我的晚餐 超市買的三明治 雞蛋的喔 不錯 你就沒有吃雞蛋沙拉 我週末居然 就這麼結束了嗎 我看那個熱搜 說吃青食店會腸胃炎是不是 你們會嗎 其實有時候我吃這種沙拉 就是會肚子感覺怪怪的 是不是因為它太涼嗎 還是因為它不乾淨啊 我不是衝那個杯子送你們嗎 然後我看評論就說有想要買的 就那杯子截圖然後去搜索 我覺得應該有吧 它是一個 討異師做的 叫我什麼啊 有網啊 我到我打這邊吧 你們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應該是有吧 我之前好像有搜過 好啦我要馬步停蹄的 檢視頻啦 我美好的週末就這麼結束了 我覺得我這個頭髮真的太黃了 它真的是直接 現在已經是完全掉黃了一個狀態 我頭髮 而且你們看 我頭髮長太快了吧 三個半月 三個半月 長這麼多 好啦那我們本期視頻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還算充實到週末 就到這邊 夠完了 我說的五件事我都完成了 Yeah 其實還有第六件事情就是 剪視頻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今天節目完 好啦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下期視頻應該是大家 期待已久的外賣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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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